可爱的小马宝丽手卵,喜欢吗? 这期视频,两工手指教大家编织上面的装饰花朵 三个颜色的花朵编织方法是一样的 用蓝色来给大家演示 留长线头,左手带线 勾针放到线的后面,向身体的方向绕圈 编成圈以后将线勾出 我们就完成了锁边起针 勾针上这一针是不算做一针的 接着勾之二十针辫子针 十针辫子针勾置完成 拇指按住第二十针 接着勾之一针锁针 到第二十针辫子针里扇位置 勾之一针短针 里扇就是我们辫子针后面凸起的这一根横线 这一行的编织都是在这个凸起的这根横线下面入针 勾之完一针短针 接着在下一个里扇位置勾之两针中长针 就是我们中长针一针放两针的加针 接着在下一个里扇位置勾之两针长针 也就是长针一针放两针的加针 这在下一个里扇位置勾之两针长长针 也就是一针放两针的长长针加针 接着在下一个里扇位置勾之两针长针 也就是长针一针放两针的加针 接着在下一个里扇位置勾之两针长针 勾之两针中长针 就是中长针一针放两针的加针 接着在下一个针目勾之一针短针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花瓣的编织 接着重复前一个花瓣的编织 一针短针 一针中长针 一针放两针的加针 一针长针 一针放两针的加针 一针长针 一针放两针的加针 一针中长针 一针放两针的加针 接着一针短针 统付前一花瓣的勾之方法 编织第三个花瓣 六针 二针 四针 第二针 装针 二针 二针 五针 二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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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制完最后一针 一针放两针的中长针加针 花瓣编织就完成了 勾一针锁针 拉长线头断线 将我们勾制好的花瓣按视频方法 卷成一朵花朵 将我们卷好的花朵翻至背面 用勾针穿过每一层花瓣 将线头勾出 多勾制几次 花朵就勾制完成了 下期视频我们来学习 剩余的装饰物以及缝合